2020立委选战不止区域 不分区立委也竞争激烈 民进党16号成立不分区立委提名委员会 而这一次不分区重视战斗力 所以外传党团总召柯建民 以及干事长管碧林 都是安全名单确定人选 不过立委郭正亮就分析说 受到郭柯结盟的影响 蓝绿两党可能都很难在国会过半 护理界的声音是应该要被听见的 不论在行政部门还是在立法部门 要有专业的参与 有总统蔡英文卿自当传声统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陈静敏 露出安心的参笑 令16号成立部分区提名委员会 但名单卡位站早在年初就已经开打 传出许多部分区立委向所属团体展开游说 希望排入安全名单 有智者当然有可能会有很多推荐的人 应该就是社会各界的推荐 确实是蛮多的 但是把它叫做卡位的话 就有一点太延过其实了 我只是努力争取 外传党团总召科建民和干事长 管碧林将列入安全名单 因为相较上一届重视的社会力 明年部分区将注重战斗力 党主席朱镕泰喊出 部分区维持18席目标 而对手国民党则瞄准15席 蓝绿萍部分区想在国会取得绝对优势 但绿委郭正亮分析 少了2016年的太阳花效应 寒流又退烧 加上国科结盟进军国会 两党席次过半有难度 预估国民党大约可以拿下45到55席 民进党则守住50到60席 第一个内部我们有个好的名单 人选 第二个我们跟其他各政党 要不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交换意见 跟更大的一个合作 他不选 他虽然跟柯文哲合作 但是威力相对就减点多 所以对区的力量来讲 相对是有利的 我们国民党单一过半的机会 还是相对的高 第三声令 来势汹汹蓝绿严正以待 要巩固国会话语权 记者综合报道 在家chill 不如在外chill 未经许请不吵